你提到了今天中方发布的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 那么首先呢我也想先向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个应该四个共同和三点思考 是中方处理乌克兰问题的根本遵循 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 积极劝和促谈 为推动危机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在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一周年之际 中方制定并发布了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 全面系统的阐释中方的有关基本立场主张 文件涵盖尊重各国主权 摒弃冷战思维 停火止战 启动和谈 解决人道危机 保护平民和战俘 维护核电站安全 减少战略风险 保障粮食外运 停止单边制裁 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推动战后重建等12个方面 中方院在此基础上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 为推动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 做出自己的贡献 那么针对你提到的问题呢 我还想再补充两句 乌克兰问题有着复杂的历史经纬 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一贯秉持客观公正立场 积极劝和促谈 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屈指 决定自身立场 始终坚定站在和平一边 站在对话一边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中方愿在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基础上 同国际社会一道 继续为推动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 做出自己的贡献